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爵士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云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想到能够炼制十阶之物 李云霄忍不住浑身热血沸腾起来 一窥神道多少顶尖数脸师的终生追求 李云霄看着他兴奋的样子冷哼道 别以为其他原料好寻 找齐了再来找我吧 李云霄这才拿起预检放在额头 脸孔很快就绿了下来 他绿着脸孔说道 里面有几样东西 竟然连我都未曾听过 这片大路上怕是早就绝迹了 林沐迪道 神炼钢的炼制的确有些苛刻 但却是唯一不需要十阶之物做原料的炼制 若是这些你都弄不来的话 那也就没有必要学习了 而我也只能将就着用着这副破身体了 好 只要这天底下还有这些东西 我就一定能弄来 不仅是关系着十阶之物的炼制 而且葫芦小金刚也算是李云霄的气宠了 总被林沐迪占据着身体也不合适 他沉吟了一下 一闪声便来到了方寸山内 高涵兄 我又来看你了 人未进去 李云霄便远远的喊了起来 随后静静的等着对方发怒 一阵后 山中并无动静 正在他有些诧异的时候 袁高涵的声音传了出来 出乎意料的并未生气 有什么事 直接说吧 李云霄笑道 高涵兄果然善解人意 他将他预检扔了进去 说道 这里面的东西 我希望高涵兄 能够帮我准备几份 半晌后 里面传来震怒之声 喝道 几份 你在开玩笑吧 这里面有几种原料 你知道有多珍贵吗 整个天舞界 怕都已经绝技了 李云霄赞道 高涵兄果然是见多识广 里面有几种东西 连我都未曾听过 想不到高涵兄 竟然都认得 既然认得 那多半是有了 山洞外光芒一闪 袁高涵直接现身而出 手中抓着玉剪 脸上满是凝重 陈生说道 这个方子非常不简单 似乎是古方 你从哪里弄来的 又是想炼制和物 李云霄不答 这是笑道 以高涵兄的手段和地位 再难也不难 说的轻巧 其中 永恒之木 玄天血玉 极天冰晶 任何一样的价值 都不在天照雀金之下 甚至架比神物了 袁高涵冷冷地说道 况且 其他东西的价格也不低 让我弄几份 你当我是天下之主 想什么就有什么吗 李云霄道 这三样材料到底是什么 为何我都没有听过 太不正常了吧 袁高涵道 你没听过 很正常 因为这三个名称 乃是古时才有 这无数年来 基本已经绝迹了 所以很难再见 永恒之木 便是现在的地心之铁 在无数年前 存在由大量地心之铁 构成的密林 与天地骑寿 故称之为横 在许多年前 是非常普通的 九阶炼器原料 现在别说地表 就算是真的地心 都未必有了 李云霄有些发晕 原来是地心之铁 此物早已绝迹 剩余可有秘藏 袁高涵冷冷地说道 有无秘藏我不知道 即便有 也是珍贵万分 岂能随意拿出 李云霄道 那另外两样东西呢 袁高涵道 所谓的玄天之血 其实就是真灵之血 你到哪里去弄 李云霄愣了一下 随即沉吟起来 真灵之血 此刻戒神碑外 就有一个 想弄来倒也不难 自己已经答应了 与他一战 到时候将他给打扁了 抽血便可以了 袁高涵继续说道 极天冰晶 乃是极北小冰天内的冰魄精华 极北小冰天 李云霄抹了一把冷汗 极北小冰天 那不是传说中 曾经存在过的冰天雪地 后来从天舞界遗失了吗 袁高涵道 正是 极北小冰天 是确实存在过的 已经遗失很久了 若是你能寻来的话 也算是对天舞界的一份贡献 李云霄 善善地说道 此物圣域 也应该有收藏吧 袁高涵冷冷地说道 别想着 打圣域的主意 且不说圣域没有 就算真的有 也不可能给你的 李云霄道 高涵兄 可曾听过神炼钢 神炼钢 袁高涵眼中闪过迷惑之色 随即浑身一震 师生叫道 天下之间的神物 古石 被誉为炼器第一的金属 神炼钢 他双眸中射出道道金芒 一把将李云霄抓住 激动不意地说道 你别告诉我 收集这些材料 是为了炼制神炼钢 李云霄拍开他的双手 呵呵笑道 正是 神炼钢 袁高涵再难淡定了 嘶吼道 告诉我 快告诉我炼方 李云霄道 材料已经告诉你了 方子的话 呵呵 炼制的时候 可以考虑让你观摩 就看你的表现了 李云霄 微笑着拍了拍他的手臂 说道 小袁呐 你懂的 我懂 我懂 袁高涵一下没了态度 苦涩地说道 但是圣玉 真的是拿不出这三件东西 只不过 永恒之木和极北冰晶 我倒是有一些蛛丝马迹 至于那真灵之血 这片天空下 哪里还有真灵 李云霄咳嗽了两声 那真灵之血 我倒是能弄到 另外两件 你有什么线索 你能弄到真灵之血 袁高涵的眼珠子 瞪得像两个同灵 满脸的都是不可置信 李云霄道 此事你就别管了 袁高涵 强压住内心的震惊 虽然他也很想知道 真灵之血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此刻显然 神炼钢 才是真正令他发狂的东西 他整理了一下思路 陈寅道 此事说来话长 而且涉及到其他东西 待我双魂融合之时 一并告诉你 我先想办法将其他的材料 给准备出来 李云霄眯着眼睛笑道 嗯 小圆啊 加油 袁高涵沉着脸 寒声说道 李云霄 若是你骗了我 我必然将你包皮抽筋 李云霄笑道 只要这些材料能收集起来 别说区区神炼钢 哥带你九天揽月 带你舞阳捉鳖 袁高涵一阵无语 重重哼了一声 便消失在方寸山外 李云霄略一沉思 身影也一下变淡起来 风魂回归到了本体这种 夫君你醒了 他一睁开眼来 便看见飞泥围在他的身边 如小鸟依人 咽笔花椒 李云霄只觉得喉咙有些干渴 吞了一口唾沫 将全身原力一收 尽数内敛如凡人 说道 我没事了 他此刻丹田之力异常强大 只要疯狂的灌灵气进去 加上不灭今生和明月神体 再重的伤也能短时间强行恢复 只不过看在其余人的眼中 多少有些讶异 韩君廷道 才两天时间便恢复如此 而且从云霄公子的状态看来 似乎更近了一层 云霄公子的天赋 真的是好令人嫉妒啊 李云霄眉头皱起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韩君廷 我看你又开始动歪脑筋了吧 这么快就忘了痛 是不是真要我打你一顿才痛快 韩君廷脸色一变 称怒道 本君好心关心你 好心换不来好报 世上的男人 果然没有好东西 李云霄怪笑道 听君廷小姐所言 似乎被男人伤过 来来来 给大家说说 让大家也开心一下 滚 韩君廷怒服衣袖 转身便不再理他 宁可晕道 李云霄 你别胡说 君廷从小就在神霄宫长大 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男人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妖人 怎么逼都不肯透露消息 安身上的伤势 也恢复了小伴 但被众人下了十多道尽致 插车难飞 倔强地端坐在一旁 面带讥讽 李云霄走上前去说道 兄弟 你很倔呀 安冷笑道 是可杀 一死而已嘛 李云霄点头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安愣了一下 皱眉道 你要杀我 李云霄摇头笑道 搜魂而已 不至于致命 你这副身躯 我很喜欢 留着还有用 安浑身哆嗦了一下 眼中露出怨毒之色 韩生说道 本座 乃是九星巅峰五地 你敢对我搜魂 纯粹是找死 我们丑妖一族的魂力 他还没有说完 便浑身一颤 整个眼中爆出精芒 满是亥色 只见李云霄的双瞳 一下变得妖异起来 呈现出红黑二色 化成太极 在眸子里转动 你 你真敢对我搜魂 你不要命了 安惊恐地大叫一声 却骇然发现 一股极强的力量 直接冲入了自己脑海 李云霄的眼瞳里 那黑红双色 瞬间画出七彩光芒 整个空间都变得恍惚起来 其余之人也都是面带金色 静静地在一旁望着 为李云霄的胆大捏了把汗 秋木节眼孔里 浮现出一抹绿色 闪过金句 他的铜人也是取于凶兽 完全被自己炼化 现在竟然有丝丝的恐惧之意 从双铜里传出 我的绿铜 乃是从上古铜族凶兽上摘下来的 可现在 他却在恐惧 秋木节的心中掀起了巨浪 盯着李云霄那双七彩铜人 感受到了阵阵诡异的精神力 心中喃喃自语道 他那双毛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的脸孔 在那七色光芒之下 开始变得呆滞起来 整个人直接悬浮在空中 渐渐的四肢松开 完全失去了意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搬沙特 厌 银 林里 宝里